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的秦王迎四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 浑身破破烂烂走在咸阳城里 连自己是谁都已经想不起来 找了一夜的大将军迎击发现目标赶紧将人送上马车 迎四也丝毫没有反应 谁能想到 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头会是昔日那个秦国的王 好不容易恢复一些理智 迎四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连忙叫来迎击托付后事 此时的秦国文臣如雨 猛将如云 他不担心朝堂出现问题 反而是秦国王室很可能会出乱子 晚年的他未替太子扑路 扶植了宗室的银状办了很多脏事 本来只以为是养了条狗 如今他却发现这条狗居然已经能咬他的主人 甚至想要霍乱王宫 我糊涂了 我糊涂了 兄弟 秦国交给你 你让有病 你给我决定 然而 两人刚刚说的话很快便一字不差地传到银状的耳中 知道银籍还在犹豫便还有机会 银状一边让人封锁了整个王宫 不许一人出去办 另外派遣自己的心腹去迎接太子营党 银四病危 他不去教育医却是当场宣布了银四的死心 皇后 先往久染沉积 御医医治不及 称等悲伤御军 还请皇后 节哀 皇后未书还想阻拦 可听见银四居然悄悄派人去接银纪母子 还有一费力太子改立银纪为新太子 一个撒手送了银四最后一程 这位秦国的第一位王就这么走了 他在位期间大力为秦国招揽人才 以邦交为先征伐为府的方针策略 让秦国在列国的纷乱中得以休养生息 为以后的东出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是秦国当之无愧的王 最后他将秦国托付给了老大银档 为了银档甚至不惜将有潜在威胁的银纪母子逐出秦国 却成了他唯一的政治失误 刚刚登基的秦武王银档一改银四的国策 对越国来的使臣当场表示支持 向国张仪想要劝阻 邦交之事乃一国之激励绝不可轻易透露 银档却是一句话也不听 秦国之邦交从忌日起 不依口舌但凭秦贱 早就对张仪不满的银档如今终于上位 第一件事就是将张仪逐出朝堂 可堂堂一国之下 贸然废调 银档也怕别人说闲话 他想让老师甘冒想个办法 昔日得张仪举荐能入秦宫的甘冒 本想念着这份秦义为其说话却被银档一口围绝 他与张仪不仅有私人恩怨 更重要的是政见不合 银档想要东出 张仪的横强之论便是摆在前方的第一块绊脚石 寡人想要先生与颜军 共同辅佐寡人 后卫左右丞相 除掉了朝中的绊脚石 银档便开始整军备战 第一个目标就盯上了夷阳的天子 他要携天子以令诸侯 丞相迎集第一个出来反对 如今的秦国还不足以傲视列国 一旦引得列国合纵抗秦 到那时秦国将会再次陷入王国的边缘 没想到刚刚上尉的干冒却是举双手支持银档 作为外臣上尉的干冒很清楚 此时只有跟进银档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此时也唯有迎击敢说实话 银档想要携天子以令诸侯肯定会招惹列国的敌势 一直与秦国交好的魏国也会撕毁农约坏的为敌 这些邻国虽然对如今的秦国起不到威胁 然而一旦引得齐楚联军和纵伐秦 如今的秦国还没有抗衡齐楚联军的实力 面对这赤裸裸的现实 银档却根本不在乎 打仗 拼得不止是活力 还有谋略 运筹帷幄 只要运用得到 并会让这六国乖乖地动弹不住 一心想着银档尚未能够收敛新兴的营给 怎么也没想到 当了大王的银档不但丝毫没改 甚至还要更加的放肆 当即下令丹茂领军作战 一举拿下一样